九六户出民宿的早餐超豐富 在民宿吃完早餐后 立马出发到超美的基辛坦 早上来基辛坦天气超好 但也超热 大家记得带阳伞 基辛坦的水是蓝色的 浪花是白色的不是灰色的 海水超干净 这里很适合放空 看看浪花 听听海浪拍打的声音超疗愈 下一站来到台湾的纽西兰 崇德营 拥有山井 海井 还有辽阔草原 超适合让小孩奔跑的 我躺中间的湖区 应该就是致敬皇后症的概念吧 也觉得美美的 岩区内还可以用门票换一份饲料 体验一下喂食的热趣 但可能真的太热了 动物们都没有跑出来 建议大家可以下午再来哟 吃饭的时间来到附近的 嘉兴冰果店吃石井炒面 想不到特定错过饭点的我们 到了现场依旧是满满的人潮 等了30分钟 辛辛练练的炒面上桌啦 满满的配料 只要90元超便宜 还有一上桌 就狂喝的柠檬汁 吃饱喝足后 就让漫波沙滩走走 这里跟自新的韩比 人比较少 但海水是蓝的 漫波沙滩的声音 就像海浪调皮的铺嫩石头超舒压 最后一站原本要到三战溪玩水的 几乎暑假的三战溪超多人 我们决定留着下次再来